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年活动中心还得发筷子呀 不是发的 我在那吃午饭 觉得这种筷子呀特好使 沉边边的特顺手我就拿回来了 别偷了 是是 什么偷的偷的 他们那好几百双呢 我就拿了一双怎么了 我一年交那么多会费 还不滴一双筷子去 哎呀妈 那会费跟这个是两把事 咱们家又不是没筷子 您拿人家的吗 哎呀 咱们家都没有人家这个顺手 爸喜欢用啊 就让妈用吧 不就一双筷子吗 再说呀 我们给老年人活动中心 捐了不少的书呢 哎 不是贵贱的问题 咱不能因为给人家交过会费 捐过书 就有权利拿人家的东西了 就是嘛 去年咱楼上郭伯伯 给活动中心捐了好几套 名人字腕的 要不然人家 可以把活动人家搬回家了 哎 哎 哎 妈 其实啊 你可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是咱们没必要 拿人家的餐去 您抽空啊 我给人家换回去 我算是 妈 您别生气 快吃饭吧啊 我拿了什么啥气 吃吧 奶奶 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饿死我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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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回来了 还真不容易 我得等他们都走了 才能拿出来 诶 诶 奶奶 你怎么就偷这么多啊 什么偷的 我是拿的 拿的 你等人都走完了 你再偷偷摸摸出来 那 那 我还不是觉得这挺好使 给你们一人拿一双 哎呦 我亲爱的奶奶啊 顺手咱可一买 您何必老拿人家呢 丢不丢人呢 哦 我去拿点东西 妈 来 你坐 还生气啊 记得我小时候 咱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可您捡了几十块钱 都还给人家了 后来 我老拿这个事跟大文小文说 我说奶奶捡了巨款都五归原主了 要他们现在学习 您看 咱们现在还在乎这几双筷子吗 我知道您不在乎 主要是您觉得比咱们家的好用 那这样 明天我替您把它还回去 再捡一模一样的给您买回几双来 怎么样 我是不是老了老了老糊涂了 哎 你说得对 我明天就把这个给他们还回去 可是那我就不用去承认错误了行吗 不用不用 那咱们吃饭 都出来吃饭了 小文的奶奶拿了公用的东西确实是不对的 小文要奶奶认识到这一点 可是他对奶奶的态度 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弟子归说 亲友过见识更 疑无色柔无声 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 就是说 当你的父母犯了一些破诗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柔深的劝谏 但是你千千万万不可以板着一个脸 然后对他们深色俱利 你知道吗 劝谏我们长辈的时候 一定要和缘月色 要与气柔和 我也看到弟子归说 见不入 岳父见 好气随 踏无怨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劝谏我们的长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柔深 很温软的跟他们劝说 如果他们不听 那么你甚至可以用办法 什么办法呢 你可以用哭泣 可以哀求 假如他们扔就不听 甚至对你责打 你都必须忍受 我很佩服小文爸爸对奶奶的劝说方法 虽然慢声细语 但是很感细 He spoke so softly But he was very persuasive 很有说服力 一下就让孔奶奶的心境平和 想法也都改变了 所以学习如何有效的 巧妙的跟家长沟通 是我们家庭和谐的一个秘诀 除了和长辈的关系 我还知道弟子归 也包括如何处理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说对了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大文和小文 之间发生的故事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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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